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水上阅兵的消息 每年7月 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俄罗斯海军节 近年来 俄罗斯与西方博弈家具常有重要的武器装备亮相的俄罗斯海军节 更受关注 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当地时间25号举行了阅兵活动 庆祝俄罗斯海军成立325周年 此次俄罗斯阅兵活动在圣彼得堡各舰队基地举行 有200余艘舰船 80余架飞机和1.5万名居民参加 总阅兵室在圣彼得堡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 参阅的兵力包括54艘舰船 48架军机和4000名军人 分为两个梯队出场 第一梯队在涅瓦河水域完成阅兵 第二梯队在喀朗斯塔德完成阅兵活动 包括航空兵飞行表演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此前表示 这次阅兵有望成为规模最大 最壮观的一次 总台记者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 亲历了阅兵现场 我们来看看他稍早之前发挥的报道 那要说到今天阅兵中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俄罗斯的服役以后首次公开亮相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核潜艇 那这艘核潜艇呢是属于俄罗斯的北风支撑级核潜艇的改进型 安装有16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洲际导弹 可以这么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强的水下武器 没有之一 北风支撑级潜艇呢平时是甚少公开露面的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它呢也是属于俄罗斯的国之重器 是俄罗斯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非常高度机密的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今天海军节阅兵期间呢 还会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军舰参加 而其中压轴登场的来自巴基斯坦的佐勒菲卡尔号呢 其实是由我们中国设计建造的 那这艘军舰呢是于2009年正式服役 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在巴基斯坦的军中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个人呢也认为 巴基斯坦方面肯定是对这艘军舰非常有信心 所以才会选派它作为代表 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阅兵 另外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今天的阅兵除了圣彼得堡以外呢 像是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驻地摩尔曼斯克 还有像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舰队的主基地 甚至是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军港塔尔图斯呢 都会举行阅兵庆复活动的 好根据我们的了解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出席了俄罗斯海军节阅兵室 他乘坐快艇绕行军舰检约了部队 普京说俄罗斯拥有远程和短程海军空中武器 可靠的暗防体系 最先进的高超声速精确制导武器系统 迄今全球还没有同类的武器 我们目前仍在不断的改进 普京表示 全球几乎所有大洋都有俄罗斯海军的存在 得益于先进的海军装备 无论敌人在何方 俄方都可以予以反击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证实 俄军舰在俄西北部白海水域 试射了高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并且成功命中了预定目标 按照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的说法 这一武器的优势 为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 且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 根据法新社25号的报道 美国 法国等国已经宣布 研发高超声速武器的计划 俄罗斯举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节阅兵式 普京更是在讲话中表示 俄海军必要时能够发动不可阻挡的打击 那么俄罗斯隆重举行阅兵式 对外释放了哪些信号 我们下面来听听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的解读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7月最后一周呢 是俄罗斯海军节 那么7月24号在圣彼得堡 俄罗斯总统普京检阅了俄罗斯海军 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 应该跟往年比有一些新的特点出现 比方说弗拉近平大公号战略核潜艇亮相 这个在之前是挺难看到的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出普京的这样一个决心 或者是要向外界呢发出一个强烈信号 首先是要告诉俄罗斯民众 那么经过普京在台二十多年的治理 那么俄罗斯海军呢进一步恢复了元气 我们看到在展现出来的水面舰艇潜艇 包括战略战略核潜艇方面呢 确实让人耳闻心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种强烈信号 就是面对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重援国的 政治打压外交鼓励 军力制裁军事威胁 那俄罗斯同样呢 以军事的肌肉来显示他的反击能力 同时我们看到普京在阅兵式演讲当中呢 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这样一个强烈信号 那么这种阅兵活动呢 表面上看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其实它的现实意义呢 就在于向俄罗斯民众展现 俄罗斯现在海军的能力 同样也向国际社会 特别是那些跟着美国一块 全欧俄罗斯的国家呢 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俄罗斯有能力保护和捍卫 自己的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 所以这次背景下的话 今年的海上阅兵呢 海军节呢 应该说是在一个东西方关系 特别是俄罗斯跟美国关系 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 那么它的含义不言而喻 一方面要借此呢 鼓舞俄罗斯民众团结一心 应对各种挑战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警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不要任意的挑衅 或践踏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